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素食也是很好吃的东西来的 会比那个肉的东西还好吃 以前我还没有吃素的时候 我也是认为素食馆没有什么东西吃 吃来吃去也是菜跟豆腐 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吃 所以最重要素食馆 也要看那个师傅在里面煮出来的东西好不好吃 还有排的美不美最重要 我在新加坡从小是我妈妈带我去巴萨 就是吃咖啡拉萨 不一样的地方就有不一样的咖啡拉萨的煮法 有些咖啡拉萨只是用碳汁来拿那个面来吃 因为他们的面是短的 全部一接一接的 只有碳汁没有筷子的 只有碳跟那个粉而已 有些地方就是有面跟米粉 所以不一样的地方就有不一样的咖啡拉萨出来 新加坡只要他们煮咖啡拉萨 他们是有放芝麻 还有洋葱这些来煮的 所以我这里这个餐馆呢 就是没有芝麻 没有鱼 没有冰鱼 没有冰鱼 我来讲你想要开一个餐馆 不是这样容易 因为新加坡的租金会比较贵 澳洲租金还可以 普普通通的一个厨师 还是一个老板都有能力自己开一间餐馆 以后有机会我会也是开一间素的日本餐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